上个月,复兴航空班机在澎湖发生空难,造成48人死亡,10人受伤。 时隔一个多月,复兴航空在昨天首度举行赔偿协调会,提出将赔偿每人1490万元。 而面对这国内有史以来最高的空难理赔金,离难家属自救会表示, 已经感受到复兴的诚意,不过还要跟个别家属一一协商是否接手。 三十六位罹难者的家属一共五十三人,中午聚集在澎湖马公的饭店, 复兴G122班机空难事隔一个月,复兴航空首度提出赔偿金额。 相较于2002年华航空难赔偿总额1420万,复兴这次提出赔偿1350万, 再加上先前已经发出的慰问金及丧葬补助金, 等于总额是1490万,创下空难赔偿的记录, 因此虽然协调会场,有部分家属还是爆发累积一个月的伤痛情绪, 但也有人表示,已经感受到复兴航空的诚意。 先前也已经有部分家属组成自救会, 面对复兴提出的赔偿,自救会表示将再跟成员一一确认是否接受, 但另一方面也会持续为国家赔偿官司做准备, 如果真的认定有政府机关或是有公权力的人, 因为他的过失造成今天这个灾难, 当然就符合国家赔偿的标准, 罹难者家属自救会表示, 这次空难到底是负薪还是民航局的责任, 将等废安会调查出炉之后, 决定是否申请国赔, 而民航局也当场承诺, 将在马公机场的两栋跑道, 加装ILS仪器降落系统, 明年6月之前验收, 记者林正午,陈立峰,澎湖报道。